哈喽 各位小银鼠银家的粉丝们 大家好 冬天到了 我们给大家带来我们一张的裸根 这个是蓝薯瓦 这个是雨林日出 还有这个是蓝天石 预栅裸根的大小一般都不是巴掌这么大的 店铺里面有16种 很多小伙伴买了预栅之后不知道该怎么去种裸根 今天给大家讲一下 拿到预栅之后来观察两个 第一个是它的芽点 你看到没有 根上面的这个小尖尖就是它的芽点 玉油油的 它是明年春天长出叶子用的 第二个就是看它的根系 根系非常的饱满 强健 那就 这个裸根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在种植的时候呢 建议大家采用跟月极裸根一样的方法 祈求法 什么是祈求法呢 首先我们要选择一个把根系打开稍微比根系大一圈的盆 像你看这打开这样子就比它大一圈的盆 第二步呢 采用祈求法的方式进行种植 就是我们把土倒进我们的盆中 然后让它自然的形成一个小山丘一样的造型 看到没有 这种小山丘 然后把我们的根系 直直的做上去 让它四周根系均匀的盖在土的周边 这就是祈求法 然后呢 我们就把土倒上去 土要均匀的 土要覆盖大概距离牙连五公分 五公分左右的位置 这样子有助于擦蓝莲的门发 然后这样子的话 我们这盆 玉栏楼根又种好了 种好之后 切记要给它浇一次透水 什么是透水呢 就是说我们要把水 浇上去 浇上去之后能拎起来 感觉到盆非常的重 沉淀淀的 然后水能够从盆底自然流出 全国除了东北地区呢 都可以进行种植 像浇完水之后 盆栽的话 直接放到室外去进行一个正常的养护 地栽的话 也只需要浇完一次水之后 正常的养护就可以了 预栏灾下去之后呢 通常会在三到四月份进行门发 也就是说 南方会早一点 三月底会门发出来 到北方一点的话呢 会四月中旬左右门发出来 所以说 灾下之后 大家小伙伴们一起耐心的等待它发芽就可以了 丹罗根的种植方法 讲解到这里 这里是小燕鼠园影家的channel 关注我带你一起体验园影的乐趣 拜拜